政府官員大家午安 可不可以請曾主委、楊副總裁跟吳次長 好 請曾主委、吳次長、楊副總裁 歡迎好 諸位午安 我想先請教一下吳次長 只有吳次長一個 就是問完這個問題您就可以離開了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今年度證交稅的預算收入 大概是每一天的成交量 估計是多少才可以達到目標 待會請同仁馬上把這數據給我一下 我跟您講一下 我們的104年預算數是940多億 那麼如果用250天的概算的話 一天要1250億左右 去年是1116 比照去年我們稍微把它提高 去年是1162 去年1160 對 到目前有沒有達到目標 到目前沒有達到目標 目前還沒有達到 還沒有達到 好 謝謝您 謝謝次長 我再請一下 也請楊副總裁 您知道 您知道 美國的股市 道瓊指數從2008年以來 是金融海嘯以來 道瓊指數的變化狀況 你有沒有一個了解 或者是標準PUR 或者是NASDAQ 它就漲了將近 從那個financial crisis之後 因為它是QE 所以呢 它的股市呢 漲得非常 漲幅很大 對不對 您了不了解 美國FED這個資產負債表 膨脹了多少倍 將近四兆 對 膨脹了四倍 其實是一兆過 幾乎是四倍了 是的 所以 美國的股市 顯然是 是透過錢把它炒出來的 是的 對不對 是 那我看看我們中央銀行 至少去年的 不管每一年的 李堅市會開會 最後一次開會 都會做M2的供應 這個目標區 是 那麼 我們來看看過去的統計 M1B也好 M2也好 就以最近一月份來看的話 M1B的成長率呢 只有5% M2 5.86 基本上都是非常低啦 中央銀行有沒有可能 也實施QE 多一點鈔票讓股市上去 基本上我們 M2的一個成長率 大致上呢 都會符合在我們的目標區 2.5到6.5 因為你的想法 純然就是從 經濟成長率加物價上漲率 這兩個因素 加上彈性的因素 把它算進去 那麼QE呢 QE呢 QE有它實施的一個背景 我們看看日本的一個QE 日本的QE呢 是因為它15年的一個通膨的一個處境 還有就是說它的經濟成長率呢 在20年之內呢 Lost 2 Decade 成長率是0.18 那20年的平均 它的成長率是低於1% 然後它的 Deflection呢 是負的0.18 但是呢 我們台灣呢 沒有這樣的一個處境 所以呢 我們的經濟成長是相當好 是normal 那我們的Inflation也是normal 所以呢 跟背景是不一樣的 是我了解 另外一個中央銀行也提到就是說 外資的持股比例 我們相對的是比較高的 是不是 比日本跟韓國 是的 那您認為 當這個 不管是歐洲的 或者是美國的 甚至他們說大陸也會 那麼 如果他們在繼續的貨幣寬鬆 這些外資持股的比重 會不會繼續提高 我在想 就是說 第一個 剛剛曾主委在講就是說 第一個 我們的經濟的基本面 還有就是我們的 corporate governance 還有market的那個機制 都是良好的話呢 那麼外資呢 是願意來持 就是說持續的來 持我們的一個股票 但是呢 我們也應該要知道 就是說 因為所有的 包括就hedge fund 或是pension fund 或是 那個 投資的一個公司 他們也是會diversify 那diversify的話呢 他不可能就是說 很持續的 一直就是說 把他的那個ratio呢 都放在一籃子裡面 所以呢 就是說 應該就是說 我們的基本面要好 讓他持續的能夠 都是投資在這邊 那我們也不要太期望 就是說他能夠 他把它拉得太高 那這個reversal的時候呢 那反而是一個風險 我同意 副總裁其實說的是說 在做國際的投資資金 他是在做國際的分散 是的 那麼我們很多參與 國際的重要的指數 新興國家的指數 對 那麼我們的權重 決定了他持有我們的比重 是的 那麼按照經濟那個 中央銀行的說法的話 是37%已經相當的不錯了 是是是 那麼中央銀行剛剛也向大家宣布了 我們不會有QE 對 至少目前的狀況 所以我們也不會 不可能增加資金 來炒作 讓我們的股市能夠更熱絡 是的 那麼加上外資是根據國際投資的標準來看 所以這個Benchmark在那邊的時候 我們也不可能太多 因此資金行情 似乎在未來這一年中 不容易見到 謝謝兩位 我現在可不可以請我們的主委 是 兩位請回 謝謝兩位 主委 股市一萬點 您認為 先談一萬點之前 我們先來評估一下 台灣的股市 目前不管從成交量也好 周轉利益也好 本益比也好 您認為有沒有非常熱絡的現象 特別是在去年12月 我們處理了證所 這個證所稅的問題 那麼大家很期待說 證所稅能夠增加很多很多的動能 為市場增加動能 可是我們從這個相關的資料來看的話 1月份似乎增加了10%左右的能量 可是到了2月份又下來 當然可能是因為過年的關係 後續我們還可以繼續觀察 但是很顯然 證所稅的修正 是沒有辦法變成一股真正 應該是唯一的力量來支撐股市 衝到很多委員所關心的萬點 是不是這樣子的一個評估 各位委員報告 影響股市的因素是多元的 交易成本是一項 另外就是 證所稅那個是交易的成本 制度的問題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其實 假設是 中堂級來看 那 上次上貴的基本面 相對好的話 那早晚必須做反應 如同 央行理會的報告裡面 我們其實本益比 其實現在只有15.5 日本21.8 韓國29.9 其實 我們還在相當合理的一個水準 這是按照證交所給我的 證交所在2月份的資料 這是證交所自己的公開資料 是 我不曉得是不是您比較進步一點 我這邊看到東京是18 東京其實過去 向來是非常高的本益比 只有18 17.9倍 韓國15.84倍 其實是紐約只有18.82倍 那我們呢 我們今天來看的話 我們15.51倍啊 是 您覺得這樣的一個比重比例 合不合理呢 我覺得 我們還是有偏低的情況 偏低的情況 您相信 市場是理性的嗎 基本上 我要講 尤其股市啊 不要看一天 中長期是個理性的 您相信市場是效率的嗎 基本上 它是 會反映它 該有的 上上規的價值 好 那如果是理性的 也是效率的 那現在的本益比 不就應該它是合理的價格了嗎 嗯 那什麼地方出錯了 那 就是 跟委員報告 所以 我還是回料那句話 不能看短線 那中長期 它會應該反映它 該有的價值 我覺得其實沒有錯啦 其實如果說 今天市場真的偏低的話 市場有它自己的看法 沒錯 市場會去調整的嘛 當然我們也可以像 Robert Shearer這樣講說 或者是 甚至我們的葛林斯潘講的 有一些 不理性的因子在那邊 市場的波動性 遠比本益比的這個結構 基本的結構 會脫軌 會脫離 但是長期而言 它總是那個方向 所以 真正金管會管的 不應該去管股市 但是我必須也說 金管會今天提出很多政策 是要把這個股市裡面的交易的一些障礙 或者是說 拿掉 拿掉 本息呢 基本上當然這個是認同的 但是本息對於金管會 所做的一些股市的振興方案 本息認為缺乏目標導向 你是全面性的 這個沒有問題 本來就應該把Friction拿掉 對 但我想請問你 譬如說你要做台新的平台 那台新的平台我想請問 我們證交所有沒有嘗試 去投資新加坡的股市交易所 有沒有 新加坡在策略上 曾經做過 想要跟澳洲交易所去結合 當然因為澳洲的國會的 所謂的National Pride 把它擋住了 但是我們在策略上 有沒有考慮過 證交所去跟新加坡去做 投交換股權做策略聯盟 新加坡在跟東京交易所 是有股權交易聯盟的 第二個我時間不夠了 第二個我看到你要提升ETF 你有沒有一個很好 很宏大的目標 讓台灣成為全世界 ETF的上市櫃的地方 如此的話 我們在做國際投資的 這樣的一個資金管理的 角色的話就可以增加 您同不同意 跟委員報告 比如說像股票 交易所的互相的投資 這個是基本上方向非常贊成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ETF 你看我們還在貴買 還建立了一個公開的 集中市場的交易 所以也會朝著您剛剛講的方向來發展 謝謝 積極動作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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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